Labs 那首先的话在这里插入函数 找到全部里面的L L1 打一个L1 你就打一个L1 快速打 Labs 然后接下来的话会有两个 一个是Test 那文字就是它字串 要几个字呢 要四个所以输入4 那输入4其实你也不要急着按确定 各位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选A3的话呢 它会秀在后面 你选择4它当然 那最后结果你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要的 如果4的话呢 再按确定 OK 没问题 按确定 好 第一个完成 第二个的话你一样插入函数 那第二次要做的话 你可以从最近用过的函数去找 因为最近用过的话 Labs 刚刚有用过嘛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打L1 直接在最近使用过的按确定就好了 那两个字 所以周字资讯 两个字输入2就可以 这边就出现按确定 这个地方就出现前两个字 那底下这个地方我需要 第一个字加上 如果是男就叫先生 那这部分比较难 比较麻烦一点 第一个我们要怎么做呢 第一个Labs 那当然这地方我们用它取一个字 按确定 那可是一个字后面怎么办呢 你想说后面自己打好了 慢慢打 刚刚打这些就已经很麻烦 那要怎么样让它自己显示出来 接下来我们就必须要配合if 那if呢 特别是如果两个函数一起用的话 第一个就要先从外面再到里面 这个地方先把它delete掉 插入函数 最近全部里面找i i开头的话 i里面的话找到那个if 第一个就是了 if之后按一个确定 确定之后呢 它会有三个格子 第一个格子就是逻辑 logic test 就是你的条件的意思 条件就是说如果当 什么呢 当 这个 我现在 后面加在后面 那应该是 条件的话是 这个